张云雷和大哥冯赵阳之间的感情就像亲兄弟一样 经历了风雨的考验 3月11日期待已久的张云雷终于营业了 虽然不是在自己的社交账号 但是抓到张云雷营业的粉丝也是开心不已 大哥冯赵阳和张云雷之间妙去横生的对话 让粉丝们乐开了花 不少网友表示很久都没有看到张云雷吃憋了 冯赵阳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图片并配文称 这是我买过的最新鲜的茶叶 可惜白茶得喝老的 看到大哥冯赵阳发的白茶 张云雷在下方评论道 喝不完给我 一会儿我给你发地址 谢谢大哥就这么定了 但还没有等张云雷高兴 冯赵阳就在下方回复 地址我有 茶也有 就是不给 看到张云雷吃饼 粉丝们都在下面开始幸灾乐祸 纷纷表示 你把地址给我 我给你寄 看到大哥的回复 张云雷也只能无奈地表示 算我没说 拜拜 作为云字科的大师兄 估计张云雷也只能是在大哥冯赵阳这儿 才能吃瘪了 张云雷跟大哥冯赵阳之间的感情 说是生死之交都不为过 在2016年时 张云雷在十米站台摔下来之后 看到新闻的冯赵阳 第一时间就从北京赶到了南京 他说他当时那一刻 感觉我的兄弟要没了 当时冯赵阳在想观众叙述这件事的时候 心情还难以平复 他说那一刻他只希望张云雷活着就好 在张云雷还在手术室抢救时 冯赵阳就在门外陪着张云雷的父母 张云雷醒来看见的第一个人也是冯赵阳 当冯赵阳看到张云雷后 心也放下了 还好我兄弟还活着 说完后冯赵阳哭了 张云雷也哭了 张云雷和冯赵阳之间的感情 也经历了风雨的考验 就像亲兄弟一样 你心情不好 我陪你对酒当歌 你火了 我默默守护 张云雷经历过德云三宝专场后 碳清水河火了 张云雷也火了 而大哥却慢慢的开始疏远张云雷 张云雷曾问过冯赵阳为什么 冯赵阳说 你现在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跟你不是一个档次了兄弟 我要默默的离开你 当然这只是冯赵阳的想法 可是张云雷不希望失去这份感情 所以他将大哥一次又一次的 拉到自己的身边 有什么事也是第一时间分享给冯赵阳 今年过年的时候 去大哥家里去拜年 跟萱萱一起合照 最后也祝愿张云雷冯赵阳的兄弟情 长长久久 兄弟俩事业更上一层楼 越来越好